好 刚刚也说到花莲县27号是新增了237例确诊 目前花莲各乡镇都有传出零星的确诊案例 在花莲最南区的复里也曾经出现确诊者的足迹 那么定期大会上就有多位的代表都不断的在询问乡公所的防疫措施 也提出了建议防疫是不能松懈 花莲县27号新增237例确诊 目前花莲各乡镇都有传出零星的确诊案例 在花莲最南区的复里也曾出现过确诊者的足迹 定期大会上多位代表都不断的询问公所的防疫措施 也提出了建议防疫不能松懈 毕竟我们护理下面就困苦的人比较多穷相避 像这次的那个塞塞剂可以说很少 如果万一说我们护理箱的箱里不信了有确诊 不知道我们箱中所有什么测试 现在二五部说没有多久我们要跟这个病毒共存 我希望说如果这个计会所能够盖好的话 不妨这个族人在这个计会所里面 大家有联谊的地方 能够跟这个病毒能够共存 所以这个才有那么宽阔的位置 乡长你说呢 因为护理箱老人人口比例高 加上长者的免疫力较年轻人差 所以希望公所能够重视 乡长也说 目前都会请清洁队定期的来针对人潮较多的地区进行消毒 但是在还没沦陷之前 我们尽量来做这个防疫 现在就是说每一关 我们的清洁队都武器防疫 人和拜博都武器防疫 每一关都武器 但是人多的地方 我们都是有特定性跟它消毒 因为一些人心比善 我想说也要折成各村长 我们会拿这个小白水消毒水给他 然后进去把它消毒 另外针对消毒的部分 代表们希望能够确实的去做清销 让复理的民众感到安心 陈荣聪说 公所的部分会落实防疫措施 更是呼吁民众一定也要做好自我防疫 共同来抵抗病毒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 给我们做好自我防疫